从刘谦第一次上春晚舞台以来,现在春晚几乎年年都有魔术表演,而在表演中出现了几次重大失误,让我们来看看吧。 魔术师Yif在马年的春晚上表演节目《团圆饭》时,表演其中一个魔术,是从画中拿出一节面包,但是当时Yif在将面包抽出时,不知道是手法不对,还是摄像师没有走好位, 其中面包的通道被直播到了萤幕上,而这段都不需要慢放都能观察到,可以说是重大失误了。 而第二个失误还是Yif造成的,他在变钞票的魔术中没有拿好钱币,露出了背后的另一张百元钞票,这下我们再也不用好奇魔术师是怎么前生闲的了。 而第三个魔术失误是来自刘谦,他在表演酒杯穿透酒瓶的魔术时,出现了失误,倒酒的时候他没将酒瓶上的安孔阿准,导致红酒泄漏。 不过刘谦还是很自信从容地变完了整个魔术,并将整个道具送给了旁边的观众。